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香港時間今日的凌晨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副總理劉鶴 在美國白宮的東廳 簽署首階段的中美貿易協議 這個協議可以說是現代版本的不平等條約 因為即使是簽署了協議 關稅尚未消除 而且中國已經被迫承諾 要購買接近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和農產品 現在我們就在簽署過程和內容逐一去看看 到底是怎樣不平等 首先講一下簽署的過程 特朗普在簽署協議之前 他就說 這是任何人見過的最大協議 將會使美國的經濟徹底改觀 他再次稱呼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他最好的朋友 並且說他自己本人 將會在不久的將來訪問中國 劉鶴就說 中美貿易協議 是互利共贏 然後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 奇怪了 為何在大陸說 這一宗新聞會被冷處理 特朗普總統親自出席了簽署儀式 其實一般而言 在官街不對等的情況下 一國的最高領導人甚少會出席這些場合 因為中國只不過是派副總理過去 大家可以參考當年馬關條約的時候 滿清政府原先打算派出一些低級的官員 去馬關簽訂和議 只不過日本那方面就不肯 於是就要勞動到 直帝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親自出馬 當時日本那方面誰做替約呢 其實就是 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 這樣的話兩邊的官街就對等 這次也說特朗普總統親自去到簽署 除了很重視中美貿易協定以外 其實還帶著非常強烈為連任而拉票的意味 因為在簽訂貿易條約的同一時間 在美國眾議院 議長佩洛西 將彈劾特朗普的議案正式轉交給參議院審理 在兩黨的惡鬥之下 特朗普就選擇了出席這個簽訂貿易協議的儀式 當然是做得非常好 因為他真的在這個經濟牌上打了漂亮一仗 在這個會場上高 他是滔滔不絕地發表了超過40分鐘的言論 在發言當中 特朗普總統就逐個幕僚和步下自謝一番 而當時站在旁邊的就是中國副總理劉鶴 他就真是一隻鶴子站在那 面上就帶著繃緊的笑容 不知道他聽不聽得明白特朗普總統的英語 但是 其實特朗普逐個幕僚去自謝 是帶著非常強烈嘲諷意味 他自謝的幕僚 那些幕僚正正就是用來對付中國 在這個貿易戰當中 他還要站在旁邊佛企培笑 真是令人情何以堪 當特朗普總統發言以後 就輪到劉鶴副總理 他在發言當中 帶來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口信 他就提到了 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 沒有一條理由把他搞壞 中美有巨大的共同商業利益 以及很多全球共同的挑戰 因此 合則兩利 鬥則兩雙 真是說得非常動聽 而且在這個口信最尾的部分 還向著特朗普總統和夫人 拜年 真是 挺搞笑 最後 大家可以回看現場直播 特朗普總統 在劉鶴副總理發言的時候 面上帶著一些不屑的意味 瞄嘴瞄蝕 甚至乎站在那裡睡眠 有一幕也挺搞笑的 當劉鶴副總理 他自己發言 即是說完習近平 主席的口信以後 那個翻譯就離開了 只剩下他自己在說話 特朗普總統才臨急臨亡 找回那個耳機出來 相信是聽翻譯 但就好像無法調台 繞釀了一段時間才能聽到他所說的 所以到底有多重視劉鶴的本人 大家可以自己想想 講一下關於條約的內容 其實分了七大部分 先講關稅 現在就簽訂了貿易協議 關稅依然是未解除 那些人不要經常大台 尤其是 經常說中國贏了 不知贏了什麼 其實目前的關稅分兩部分 一個部分是針對著 總值1200億美元的中國貨 本來徵收15%的關稅 在這個階段以後 簽署了貿易協定 由15%降到7.5% 這個似乎是很便宜的 但是第二個部分是 有總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貨 加徵了25%的關稅 在這個階段是不變的 即是直至第二階段的貿易協定簽署之前 依然是要徵收這一塊的關稅 是很大部分都是來自這一塊的 所以 在關稅上根本上 未能解除威脅 好了 就談談貿易協定 我稱之為 不平等條約 到底要買什麼貨品呢 原來就要買很多 美國的商品和農產品 中國就承諾 在未來的兩年 要採購最少2000億美元的 美國商品和服務 分階段購買 額外777億美元的 製造業設備 包括工業機械 電子設備 藥品 飛機 汽車 鋼鐵 光學 醫療儀器等等 在能源方面 承諾最少額外採購524億美元 在服務產品方面 買多376億美元 農產品就確保買多320億 買什麼呢 包括 肉類 加琴 海鮮 大米 乳製品 奶粉 芫藝產品 飼料 和添加劑等等 你說真是多嚴重 加上2000億美元 當然 不少的評論都認為 中國索時之間要額外購買大量的產品 究竟能否承諾 能否承諾 答案 誰人都知道 當然承諾不下 其實承諾不下的一部分 他的性質和120年前 新丑條約簽訂後 的庚子賠款 就是一模一樣 只不過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120年前的庚子賠款 清朝 要賠款給11個國家 只賠 折合約望是當時 3億3千3百萬美元 但今次又怎樣 今次要買2000億美元的產品 真是有些東西給你 有渣渣的 不過額外承諾不下的那堆 大家想想 到底他 逼你買 其實是 跟賠款有什麼分別 是不是 所以根本上就是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所以大陸就冷處理 尤其是在 局買2000億美元的貨品 這個部分 還說合則兩利 他有利 你有沒有 你自己想想 好了 跟著 關於 第三個部分 就是 保護知識產權方面 中方就說 要同意就著 專利商標和版權 採取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包括打擊網上侵權 盜版和 假冒商品的 刑事民事程序 第四點就是 關於 技術轉移 大家都知道 中方經常會施壓要求 將技術轉移到中國公司 以便作為換取市場准入發牌或行政許可的條件 現在就同意結束這些安排 第五點就是 中方承諾避免競爭性貨幣貶值 同時不會將匯率作為取得貿易優勢的工具 第六點就是 金融服務方面 中方就會就著美國公司進入中國金融服務作出改善 包括銀行、保險、證券、資產和基金管理等等 今次都可以說是中門大開 即是美資的企業可以直接進入中國 你又不能夠再用所謂行政的手段 來拖延審批的程序 否則 引致第七點 就是關於執行的機制和解決爭端的辦法 大家記得當時談的時候有一個所謂回彈機制 現在都是寫下去的 協議指出一旦的初商未能解決分歧 例如說將會加徵關稅和有其他懲罰的程序 所以是很嚴重的 中國今次簽了這件事 簽又死不簽又死 不簽就繼續加徵懲罰性的關稅 簽了就要面臨 一旦它是違約的話 就會有這個回彈的機制 是會有懲罰的程序 根據這個貿易條約裡面指出 中美兩國將會定期展開雙邊的初商 解決協議執行方面的分歧 包括每半年舉行一次 貿易框架會議 以及定期舉行宏觀經濟對話等等 大家看看 幾乎是每半年就會檢討一次 故此來說 就算中國繼續想採取拖字決或者灑無賴 都沒有多少時間和空間可以操作 一旦它是不按照貿易協定 即是這個所謂不平等條約 你作出它承諾的東西 這樣就會有一個回彈機制 它真的非常大祭 你還要吐2000億美元出來 是不是 到底是買不買得成呢 買不買得到那麼多呢 有沒有那麼多錢出來買呢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